如果你说今天 美剑做了一个大动作 除了在五点以前提出抗告之外 还特别跑到台北看守所 他跑到台北看守所去借提了 沈静晶 彭正森 应小为跟吴顺平 你说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寻常 因为检察官你是大人 要来你就来 要把你叫来就来 没有 检察官特别跑到台北看守所 然后刚刚讲的分四个地方 跟沈静晶 彭正森 应小为 吴顺平 四个人同时不同的约谈 约谈完了以后 今天的抗告就赶在五点以前 送到地院了 对 北检把柯文哲申请积压 最后竟然是被五宝赐回 不管是五宝钱还是五宝赐回 反正连中宝的情况都没有 所以你看北检现在来讲 头上磨在烧 所以其实过去来讲的话 你知道吗 抗告十天 你十天之内完成抗告 把抗告书丢还给北院 北院就会把他送去高院 那你就完成了 可是为什么今天一定要赶在下班 五点是什么意思 五点就是你收件的最后日子 你说我赶在今天非准不可 对 下班以前一定要送去 所以在今天来讲压力的话 大家一直给北检听什么时候要抗告 甚至还有人问说 你们抗告书是不是写不出来 你想想看北检这个压力有多大 所以今天来讲没有办法等他们 搭球车过来了 干脆就冲去北索 冲去北索 冲去北索 赶快去问啊 沈信金 彭正森 易小为 吴顺平 你现在这些人再重新做一次笔录 再重新讯问一次 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一定有效果 如果这四个人里面没有人搅软的话 那今天五点的那个抗告书 交不出去的 恐怕交不出去 因为来讲 第一个你已经被打一巴掌了 你从申请积压 升压到吴宝请回 如果这次来讲高院把你拨掉 哇 北检的压力会有多大 所以已经不能再等了 不能再等球车了 不能再等球车的这个班次了 干脆直接去问 但是这其中来讲的话 彭正森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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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我们今天要讲一次 吴董昨天讲了一个重点 你还在外面的时候 你跟律师讨论的都是刑期的问题 我们要做什么 无罪答辩 为什么呢 因为来讲的话 徒历五年以上 违反职务的贪污治罪 十年以上 这次到无期徒刑 所以你在进去之前 你想的都是 拼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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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进去关 可是当沈静晋 彭正森是 易小卫无罪已经被积压了之后 你在这种天气 你进去看守所之后 你脑袋只剩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 拼交宝 赶快出来 兄弟 先让我出去再说 这些人非富即贵 台北副市长集团的主席 台北市议员 以前的副总工程师 这些人不能关的 为什么 他们受不了 不能关的 所以在给他们引试机会 很难过的 很难过 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 你每天就提到一件事情 律师赶快来 律师赶快来 可是律师在绿件 吹冷气只有几分钟 25分钟 25分钟结束 你又要回去了 所以前面来讲 兄弟 我们不会脚软的 一进去之后 大家拼了什么 第一个脚软 特别这两天这么热 对 这两天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热 所以你脚软的情况之外 你才会有 检察官对你来讲才有意义 彭正森现在来讲 他最尴尬的情况 因为他都是无罪的抗辩 无罪的抗辩 如果你要去咬柯文哲 那你就必须要变成 有罪的抗辩 所以现在来讲 彭正森就想说 哇 柯文哲那个竟然说 我都不知道 笨虽然可耻 但是有用 我就学他来拼拼看 可是对省信机 对应小卫 对吴顺民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难免一条了 他们的 包括省信机跟应小卫 的金流已经被勾击到了 对 他们两个现在就是 囚徒的困境了 谁能够第一个举手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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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两个 检察官只要一个 只有一个污点在 对 检察官只需要一个 你说 省信机跟应小卫 跑不掉了 对 因为你们两个 已经有金钱了 而且有上亿的金钱 虽然省信机讲说 我那个是做公益 可是那个金流勾击里面 没有一块钱 是拿去做公益的 对 所以省信机 跟应小卫来讲 今天在 在检察官的询问来讲的话 他们只有一个选择 先举手 你先举手 你才可以得到 检察官的这一个青睐 你才有办法 变污点证人 他们两个 已经跑不掉了 至于吴顺敏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他已经被巩固到了 因为在这种 行贿案件里面 他们等于是左右手 他们是出力的人 出力的人 一个都跑不掉 因为你跑来跑去 到处张罗 你根本就留下 太多的一个激震了 那至于彭正森 我觉得他今天来讲 他自己也提出了抗告 但是他的抗告 有没有效 我觉得恐怕难度很高 如果他抗告无效的话 那他就会变成 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情况了 到底要不要变成 有罪答辩 因为过去来讲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第一个不好观 第二个 等在你前面的这一个 是什么 50年以上 跟五期徒刑 这个罪太重太重了 所以对彭正森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的压力 应该是非常大 而且刚刚讲 地医院其实对彭正森 非常不利哦 地医院如果看到这篇 彭正森一定知道吧 你有预设立场 你违反一支规则 你无视委员的反对意见 甚至你还找了 没有经验的人 担任专业小组的召集人 更不用讲 所图利益跟贿赂 惊为大碍 这等于说等在彭正森之前的 有一个五年基本起跳 对 再加上十年以上 加总起来你二十年 二十年就算是关十年 你现在七十一岁 你八十一岁才出得来 对这个压力非常的大 而且我们昨天讲过一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 相对剥夺改 他彭正森跟柯文哲 两个都是什么 都是北检贪污治罪条例的被告 一起送到北院 结果怎么一个是五宝 一个是鸡鸭 你想彭正森他受得了吗 而且呢其实对彭正森来讲 如果他真的真的真的 我们退归外部讲 他真的没有收钱的话 他可以拼的 为什么 图利是五年啊 如果我先举手 老师 检察官选我选我选我 两年 二分之一就是两年半 你在法院那个地方 在争取一个法官的一个同情 你有机会捡到免压的 所以现在对对来讲 彭正森 你要先咬才有机会 我们看到今天柯文哲在凌晨 被五宝释毁的时候 整个民众脑袜是垒斗 阿贝亚没有事了 阿贝亚是无辜的 可你说不是 因为昨天地院非常清楚 已经判定 清华城就是一个弊案 而且清华城在彭正森里面 犯罪事实非常明确 而且有庞大的贿赂和庞大的利益 这个东西就把他咬死了 也就是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不是五年以上的图利罪 你就是七年以上 到无期徒刑的 违背职务的所谓的行贿罪 那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只有彭正森可以做这个事吗 没有 现在这个拼图正在进行当中 而且你现在也可以了解 为什么九月五号 才要去约谈审庆金 因为在审庆金之前 我要先巩固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少旧配 也就是我们来看这张图 如果今天柯文哲真的交代彭正森 彭正森跟这个所谓的易小威 两个人有勾连这个串意 两个人在运作的话 那中间还有一个执行的人 而这个执行的人 现在就被认为 他就是少旧配 如果少旧配确定来讲说 他这个拼图完成了 至少彭正森 应小威 神庆金 这三个人 就会联起来了 对 没错 市政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 那就是少旧配 少旧配是谁呢 少旧配可以说是 当时在整个都委会里面来说 实质上的第一把交椅 就上面是主委跟副主委 主委是这个副市长 所以他等于是 副市长交办我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办什么 然后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讲到说奖励容积 什么任性层次 智慧层次 还有宜居层次来说 是他主持的会议里面 创造出来的 所以就是说 他创造了 他主持的会议里面 创造了这个容积率 好 那现在 为什么他很重要 因为现在北检已经在 这个 连政署约谈他说 他已经送到北检 而且他是用被告的身份 好 那为什么 这个很重要 保险知道 他在前一段时间 他在哪里知道吗 他不在国内 他从8月17号到9月1号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在国内 这么久不在台湾 保险他回来马上就被约谈 好 那为什么他那么重要呢 我们就讲 在整个这个 所谓过程里面来说 当然目前为止 柯文哲是被无包请回的 好 假设如同彭正森说的 他交办给我啊 交办给我 那我就办啊 就被他 现在彭正森被羁押警戒 那羁押警戒是因为 检方 院方认为说他涉嫌重大 而且犯罪的所得 还有这个贿赂之金额 都非常庞大嘛 所以可能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好 那他还有跟谁 互相的这个沟串 互相的有状况 其实第一个 我们刚讲 邵秀沛他就是负责执行的嘛 所以至少他就是负责 帮他执行的那个人 所以目前为止 串起来的话 是金流往来有彭正森 还有应小威 然后往下来说 执行的话就是邵秀沛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拼图才会慢慢慢慢的完整 因为刚刚讲的 今天那个20%的 那个增加的容金率 也就是那四项增加出来 这个奖励的原则 是在邵秀沛主持的会议里面形成的 那主持这个形成 形成的是你自己突发起降 你自己要去图例 金化成还是说 你有上面谁交代 如果你上面可以咬出谁 那关联性就非常重了 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说 在这个昨天地院的 地院的报告里面 地院的裁决里面非常清楚 彭正森是有问题的 彭正森是犯法的 彭正森是违背他的法令原则 因为他有预设立场 违背意识规则 无视委员反对件 甚至还指定补充 补偿金化成的委员 还有找一个没有经验的委员 来担任专案小组的召集人 这个东西就非常清楚 这个是最正确凿了 对 没错 也就是说彭正森真的是最正确凿 但是我跟大家讲 邵秀沛他在主持会议里面 他也有这样的状况 很多人的反对我也不管 反正我就最后达成这个决策 所以就说邵秀沛跟 目前为止来说 跟彭正森两个似是有互相勾串 所以我讲 为什么要把全部都找清楚了 报警 因为这个案子原本来说话 是要先约谈这些相关人 9月5号才要约谈省庆金 但是因为应小微要跑出去之后 让整个拼图被迫提前弄出来 那弄出来之后 因为拼图还没有拼完 所以来说 今天的这个柯文哲能够回去 并不代表他真的没有做 因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拼图 现在还没有拼完 随着拼图慢慢的 把这些人都相关拼上去之后 搞不好哪一条线就突然就连上去 哪条线就出现了 出现了之后 搞不好我说 所以才说嘛 事实上如果你今天看这个柯文哲的 这个脸上的表情来说 他其实也并没有是好脸色 他师傅是也 没有很开心 对他师傅也知道说 后续恐怕 还有非常多麻烦会找他 而且我们最近讲说 柯文哲被吴宝喜怀 应该说这件事情 跟他没有关系了 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的勾连 没有哦 清楚在讲说 的确当时20%的容金奖利 柯文上是有违法的情形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个是不符合公益性 也不符合对价性 他唯一的讲说 柯文哲不是都委会的与会人员 他没有办法直接来参与 不只能知道开会的情形 他也没有相关的专业 他是用这个撇开的 所以我只要去勾连说 他知道 他有交代 那他的状况 就会跟彭震生一模一样 对 没错 事实上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个法官有说 然后就检察官所提出的这个事证 尚有其他合理解释的空间 就说他不知道嘛 好 但是中佳该事实上 还没有达到有犯罪高度的可能性 所以你只要证明 他有犯罪高度的可能性的时候 那他就会有罪 所以你现在要把更多拼图找出来 到底是哪一条线 能够跟柯文哲连上去的时候 不论是不是彭震生 他现在在这个监察局里面 他会不会反咬 还是谁会反咬 反正这些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法杰 机会只会越来越大 因为那些人的话 如果都被抓进去的时候 被关起来的时候 他们万一有任何一个人崩盘的时候 法杰这个线或许就会出现 所以我才说越来越多人到的时候 其实对柯文哲 反而是越来越不利的一个局面 而且昨天柯文哲也说 透露一个东西是 你根本找我来是A案 你问 找我是A 问的是B案 你问的是你 你查我的是金华城 可是你问我的是木可 那我觉得检调单位讲的理由 非常好笑 也非常有趣 他居然讲说 这个木可跟金华城 这个金流 可能是会勾在一起的 对 上这个柯文哲就说嘛 原本的都在问我这个所谓 木可的问题 那突然间要问我这个金华城 然后我就说 我累了 我不想要接受这个声问 一谈到金华城就不想 对 好 那为什么要问木可呢 我事实上就讲过 你要勾连他的这个金流来说话 第一个 因为这个检方或是相关人士 一定对这个 包括说柯文哲 陈佩奇他们的账户 应该都已经清查过 我现在有可能会有破绽的 就是在木可公司 到底如果你能够证明说 很多金流呢 是从 比如说在选举的过程 不是怎样过程 流到这个木可里面来 因为木可的账到目前为止 是大家最 没办法理解的一个状况 那你知道 跟木可相关人员 保险 现在他可是 李文娟他现在可是代靠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他 行动搅留 他的罪 可能在整个检方认证里面来说 可能是有相关的问题 所以你只要把他这些问题 都问出来之后 好 那我问你 保险 木可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吗 那为什么检查案要问 这个柯文哲 木可 所以显然检查案认为说 你跟木可 其实你或许有失职的 这个影响力 还是怎样状况 也就是在8月30号 那天晚上的凌晨2点钟的时候 柯文哲当时不是拒绝运序吗 企图离开吗 企图离开被当庭逮捕 当时就问到是 从木可 对 问到金华城 是 他就keep away from it 对好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检方 检方当然有他的办案的目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以往在查金流的时候 本来就不限一个个案嘛 因为很多的金流 会包装成善款 像这次的这个应小会 就是包装成善款嘛 捐款嘛 还有个人借贷 还有会知道这个断点 所以他就是要从 这个木可公司 这个问题呢 来问问看 这里面搞不好可以找到一些 什么样奇怪的这个金流 然后就可以把它找出来 只是说目前为止来说 木可公司 似乎是还没有突破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说 今天真正的关键在金流 对好 那你知道事实上金流到底多少 这个媒体跟这个 他们的总部就有不一样意见 媒体不是说 他有存这个700万吗 然后后来陈志安就出来说 170万而已啦 而且170万 还有牵扯到所谓 首尾钱的这个问题啊 所以他觉得 到底是170万 还是700万的问题 其实静周刊并没有讲错 静周刊讲 有700万的账户资金不明 但是有上百万 是分批存到ATM 今天陈志安只讲说 我有170万 我是透过ATM 可是他并没有交代 是不是真的有700万的账户 资金不明 对没错 上这到底诡异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说说什么 他是这个选举补助款 还有妈妈留下了首尾钱 还有他出席的这个费用 还有稿费 只是检方不予采信嘛 但问题是人家就说嘛 你这个 很多人就说 稿费从来也没有领过现金 另外那是什么 你去算他2018年 因为持续在2018年嘛 2018年之后 他当时的这个如果是说 选举补助款的话 补助款是1000多万 然后再加上 他保证金是200万 他当时是借了2000万 他实际上还不够还 那你到底你的鱼尔 从哪里出现 所以才会说 这里面来说数字 其实他们目前为止 他们自己 这个讲了一个数字 又对不上 那到底是700万 还是这个170万 目前为止来说 检方在这次的 这个整个判决书里面 都没有讲到金流 你说检掉今天 只有说你有图力 只有说你有勾章 但是刚刚讲 现在丢出来 不管700万 或是170万 没有在这个 所谓的积压境界里面 在这次完全都没有 提到金流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说 金流目前为止 还在清查之中 还在清查 还在清查之中 因为金流 比较复杂的一个状况 你要勾集 勾集要勾集 可能还有一些 比如说木口 比如说有一些 什么账户 你要去勾集 勾集起来的话 或许慢慢慢慢的话 就可以连出来 所以才说 第一个是金流的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 现在有新的人证进来了 好 进来越来越多拼图 你把它拼满之后 很多人 这个段 很多人或许撑不住的时候 他就会把事情说出来 好 玉峰 刚刚我们前讲说 在这个案子里面 非常讲 地方法院 是把你定调成说 它是一个弊案 弊案这中间 的确有违法的事实 而且违法的事实 非常的明确 而不但违法的事实明确 还说 刚刚讲的 这个邵秀佩 居然是彭正森的共犯 用共犯这两个字很严重吗 而且 他进来真的会让这个拼图 更清楚了吗 对 其实我们要讲一件事情 不管易小微多么厉害 他可以用便当会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修辱官员 可是他只是一个议员 你要给容积 那就是市政府 但是彭正森可以说 我只是名义上 因为他是副市长 所以他是都委会的 必然主委嘛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 谁去操纵 如何把这个容积率 慢慢转 慢慢转 转出来的是谁 执行秘书 就是执密 执密可以说是 都委会的一把手 而其中讲的方案是 方案是 就是在他当主席的时候 弄出来的 你想想看哦 你要如何从这个560 560变8004 你必须要给他一些容积 听说他有循循善用 精华城 你应该要怎么样 去补证资料 所以最后就透过他之后 弄了这些什么 任性程式 智慧程式 移居程式 弄了这几个项目 然后呢 多送了20%的奖励荣金 百分之二区 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呢 他这个人重不重要 他非常的重要 而且他的行程 非常的神奇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你都知道了 你有这些案子的时候呢 你出国两个礼拜 所以呢 当然他在这个台北地点数的角色来讲的话 今天回来 马上用被告来传他 他今天才刚回来 昨天回来 9月1号回来 然后马上就传他 因为如果把他巩固住的话 那这个案子大概就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了 跑到了日本会不会做了什么事了 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 公务人员相对单纯 你要进到这个北截里面的话 公务人员可能斗不过检察官 所以呢 把他巩固完之后呢 回头还是要找谁 还是要找柯文哲 因为你从头到尾 你这样子讲 包括是应小A 包括沈金 包括彭正生 彭正生下面有谁 邵秀佩 你这样子兜一兜之后呢 你这龙金就可以过关吗 你没有办法去说服市长 难道我们的市长 只是个橡皮涂章吗 市长说我都不知道 这怎么可能 我都不知道 这绝对不可能 你一定要去说服市长 你先想看哦 他当初一上岸的 一上任的时候 他的起手是什么 大巨蛋是个弊案 对 所以五大案里面 他就猛打大巨蛋 金华神就在大巨蛋对面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照片 他双手插着 就像是小蒋先生一样 就在看那颗球 金华神的球 那个照片出来的时候 就知道说 你大巨蛋 你这么在乎 难道金华神这个荣金 一出去就是迁移的事情 你完全不知道 可是台北地方法律的法官 相信他都不知道啊 他说既无专业 也没有参加会议 无从得惜整个会议的进展 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突破 如果台北地坚署 有办法找到知智片语 他下了条子 或者是他在两个会议里面 交代这事情 马上就逆转 因为他现在的五宝赤回 其实我告诉大家 五宝请回是好听的 你现在来说到你进到这个北解里面 你这六十几个小时 你已经从前台北市长变成被告了 你就是一个实质的被告 我不知道你出来在欢喜什么 你出来应该要去过火 应该去吃迪卡米花 你已经被台北定件署认定是一个实质的被告 所以你跟他讲 这个已经不是他在 他是真正案 而且已经非常清楚他有犯罪的事实 不但有犯罪的事实 还有金流的往来 不但有金流的往来 也跟这个被告 还有郭川的事实 所有的犯罪证据都已经巩固了 加上你还是被告 你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你就是被告 而是你的他案的 你同案的其他被告 包括应小一包的审刑 包括黄润森 你已经被认定什么 最实际的 你有没有翻译 有 在他的书里面就写了 你有翻译的联络 你有没有犯行 你有行为的分摊 还有一个重点 这个案子利润太大 牵涉到金流太庞大 你觉得这些钱会给这个 受救配吗 不会吗 如果这又是几亿的案子 几千亿的案子 上千亿的案子 你有几亿元的汇款 你一定是网上送啊 可是 议员不是讲吗 他的犯罪嫌疑不大呀 不用担心 因为你有来过 你就是熟客了 你随时有机会 来过就熟客 你来过就熟客啦 你知道吗 陈水扁他开了五次 最后把他给压起来 他前面两次也是五宝请回啊 所以今天来说 难怪陈水扁讲 你不要忘了我16年前 我有经验 16年前我前两次也是五宝请回 对地检署来讲的话 虽然是脸上比较 有点无光啊 但是呢 这种强制处分 要不要成本 不用成本 明天把看高书写好了 丢进去之后呢 高院开完 一定叫北院来重裁 重裁之后呢 今天来说 柯文哲你有来过一次 你就来第二次 而且你第二次 不一定走得出去 就算你金华城 这一案走得出去 你讲不清楚 你那笔钱 不管是700万 还是170万 其实你只要有一万块 你都不容 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整个案子 你就会进入到什么 司法角落地里面 这证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综合佳祭等事由 没有达到 有犯罪之高度可能性啊 其实我们要讲的话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积压庭 积压庭它只就你四大原因 你有没有这个 在犯 你有没有串阵 你有没有这些东西 你要把它全部弄清楚 所以呢 这个理由只是积压庭 并不是说你就无罪哦 昨天走出去 牵起手那个气势 他变无罪 我还以为他无罪判决定验了 不是耶 你只是过了一个积压庭 陈水扁有五个庭 你会不会还有跟他一样 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最后五次在特征组 举起双手 告诉大家司法破案 然后呢 上了囚车 接下来就是那几大逼案 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所以柯文哲在等着他的 其实是后续 还有更严厉的一个司法诉讼问题 不是我曾经听我一个朋友讲 一个朋友讲说 你不要去当被告 对 你当被告 你会不会玩死的 你一定会被玩死 而且呢你柯文哲 不是就金华城一个案子 为什么呢 叫你用金华城 把你家给搜索之后呢 去问你木可的事情 木可的 会不会后面就是要查木可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对检方来说 你只要是被告的话 我问 你就得答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被告啊 你只要一个地方没有问清楚 问完之后你答不清楚 一样强制处分 而且他后面还有六大案 我觉得他真的是掉以轻心了 好瑞德 我们在看到了 这晚餐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时检察官 多么样的积极 都是当庭抗告 当庭抗告 而且马上动作 其实我们看到的 今天凌晨出来的会 等了一天 也没有看到北京有任何动作 人家就说 北京落差了 北京落差了 北京没有办法抗告了啦 没有 北京现在最晚明天一定抗告 一定吗 他们现在正在感谢 这个相关的抗告书 那么北京的抗告事实上呢 是这个跟这个 等于北京什么落差 没有关系啊 是因为这位积压庭的法官 他个人的见解 跟我们的经验法则不一样 所以呢 那么北京如果抗告了以后呢 然后到高院 高院会试北京的抗告内容 是否合理 那如果认为合理的话呢 他会花回台北地方法院 那重新裁定 由另外一位法官来裁定 不是由这一位法官啦 另一个法官 他会有另外一个法官 那另外一个法官 他所自己的这个 自由新政呢 会不会跟这个法官一样 通常就不一样了 那到底会怎么裁 就等明天 那是明天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今天突然间 针对这个邵秀佩呢 为什么突然间一大早 就针对他的住处进行搜索 那他也被廉政署给约谈啊 那也直接用图利罪的被告的身份呢 移送到台北地检署去复训啊 那么事实上他并他 根据他所说 他并没有这个弃职潜逃啦 他自己本身是请假八月中 到日本去玩 对 那也玩了两个礼拜 那昨天回来的以后呢 那么特别传了一个Nine 跟这个副市长李四川说 解释他并没有弃职潜逃 然后呢 他会主动跟这个政风单位 那么说明那廉政署已经找到他了 因为他的地位确实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各位要知道 他是台北市开发局的 他做过副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 现在是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执行秘书 刚刚事实上已经讲了 他其实才是真正的第一把交椅 为什么 因为主任副主任 是分别由副市长跟这个秘书长 两个人都大官嘛 真正懂的人是他 那么为什么特别传他 2020年的10月12日那一场专家咨询会议 是由他主持的 从这一场的那个专家咨询会议的以后 开始朝倾向这个等于说 有利于进华城的方向走 所以呢 就是因为他这一场是由他主持 所以现在他的身份非常重要 他在这个等于都市计划的 这个等于地位呢非常高 他还是现在 基隆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 你就知道 他的这个身份地位有那么高啊 而且呢 你知道现在目前为止 不是有四个人被收押嘛 对 金华城呢 跟那个应小微他们有三个嘛 然后呢 包括这个 那个彭副市长呢 一个嘛 但你记不记得 那么应小微的一个特助叫吴顺明 对 吴顺明是他的 无几职的顾问跟特助 但是他领的是 威京集团的薪水 对不对 他也是北市都发局的 副总工程师退休的 所以他到底跟这个 少秀配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 现在正在厘清 那还有就是说 那么因为呢 他自己本身呢 那么现在 连任署跟检察官要厘清 为什么在历次开会的时候呢 他们无视于都发局的这些 科室法务局 其他委员提出了种种 不合情理 不合法律的这个规定的事情啊 为什么一路 广开方便之门 帮这个金华城 广开方便之门 从这个闯到五百六闯到八百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的身份地位非常的重要 那除此之外呢 今天柯文哲 三点四十五分走出来的时候 不是跟前面的那个小草吗 这个感性的讲了一些话 又说了一个谎 又说了一个谎 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还说谎 因为馆长呛我们嘛 对不对 你们明嘴都说谎嘛 你柯文哲 你的教主才说谎呢 为什么 你不要馆长只会打黑悟空 去看看你们 你们的这个教主讲过什么话 柯文哲今天出来的时候讲说 有关于这个金华城八百四十%的容积率 他是今年三四月 那么议员在讨论的时候 他才吓了一跳说 竟然有这回事 他是这样讲的嘛 第一次听说 各位去年十一月二十八号 许淑华的脸书 就已经直接把金华城百分之八百四 全部都写在上面 我为什么特别讲他的脸书啊 姑且不要告诉你 2021年的苗博亚阿苗啊 他的这个等于说在市议会 对柯文哲的质询 姑且不论 白纸黑字 许淑华写在那边质询 是因为他也在白天 也在这个等于说 台北市议会呢 质询现任的台北市的这个市长 蒋万安 他把他写出来 然后他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减苏培也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 今年出今年一月监裁院还纠正 你家柯文哲怎么说 不要理会他们 他讲到许淑华 讲到减苏培就新潮流 不要理会他们 你早就知道了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今天那么事实上 刚刚大家讨论很多啊 那么我觉得最离谱 让大家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是因为法院的法官 今天在裁定 那么彭正森收押的理由 用在柯文哲的身上 把名字换掉 全部成立啊 完全成立 当然完全成立的过程当中 他认为说 因为金华城的案子牵扯太大 然后呢涉及的人员太广 金额又那么高 然后呢 那么他事实上的影响力还大 还怎么样 说一大堆对吧 我问你呢 把彭正森跟这个的柯文哲 互换名字 遮起来互换名字 哪一个不是 柯文哲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柯文哲说跟他没有关系 他只负责 他相信专业等等啊 你啊 你法官 法官不能昧于经验法则 你应该去看 就像今天我们告诉你的 他一出来就做了一个谎 说他完全不知道 这是天大的谎言嘛 所以法官 你要给他裁什么 我没有意见 当然是你的理由 不能违背整个社会 你到底没出过社会啊 整个经验法则 完全跟我们所知的不一样啊 这么多 这么多 一两年以来 我们在讨论了这么多的内容 包括如何去主导 如何这个设计 里面的一些事情啊 等等啊 那么 为什么法官的见解 都跟我们不一样 这才是我们觉得 离谱的地方 你看今天连陈水扁都出来打脸他 陈水扁出来特别提醒 说叫柯文哲不要高兴太早 我当年也两次被吴宝请回 最后结果还是被判 无奇徒刑啊 所以事实上 吴宝请回 只是这个诉讼案的第一招 从现在开始 整个案子才往前推进 而且能够决定他要不要起诉 柯文哲要不要起诉的 是台北地检署 所以他目前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看 一定起诉 起诉以后 一定吗 一定起诉 我跟你保证一定起诉 否则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爸爸当年可能回去吃自己了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起诉了以后 一审 二审 三审 花灰更审 柯文哲跑法院的日子 才准备开始而已 好 宇宙 今天柯文哲一推二五六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现在有一些资讯丢出来了 第一个 真的像小牛讲的 他有很多的国师 然后他很认识地跟这个国师讨论 而且在这个讨论内容里面 第一个 他对他的属下 完全不信任 对 马来哥 他其实想传给这个党国大佬 也是我们讲国师 突显出一件事 柯文哲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是 哇塞 我们都知道 哇赞啊 他直接就在讲 你谁赞啊 你赞啊 大家赞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第一个 他当然又在开始怪李文中 说李文中这个怎样 但各位 这句话是什么 谎话 不要看 但第二件事情 他讲说 他也跟你讲 每个人哦 称当25%责任 我就没问题了 什么意思 宝乐哥 他不是在讲说 下面的人都在推责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讲 柯文哲自己本身最会推责任的嘛 今天你问他房子问题 当然陈佩席 你今天问他政治纪念 李文娟先给我了 你今天问他金华城问题 我不知道问彭震生 事实上他最会推 他讲的一个故事是 如果你们都帮我承担 25% 就你黄珊珊去挡嘛 那你这个端木正去挡嘛 李文娟去挡嘛 刚好你们全部加一加 四个人就100%都没事情啊 他们提到说 记者会包括去告会计师 让这个事情无法收拾 我最不理解的是 如果我看到这句话 我会觉得你对黄珊珊会 非常不理解 因为谁要告会计师 黄珊珊要告会计师 可是你现在出来事情了以后 你去依靠谁 你要去依靠黄珊珊 对吧 那个这叫搞砸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时间 柯文哲原本想说 我们把罪责都推给端木正 那我用黄珊珊叫做借刀杀人 让黄珊珊去告他 到时候我还去跟端木正讲说 哎呀我跟你讲 我还劝过黄珊珊 叫我不要告你 没办法 但是后来发现 这件事情不对 端木正真的不能碰 因为碰了之后呢 会引发轩然大波 会引起森林大火 为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 最后一段 才是他最重要的关键 他说如果检调 我早就预测到说 会出手 而且司法跟媒体 会是政治工具 但重点在哪里 他说更严重的来了 竞选总部和木可的账簿 都在调查局 后面会有事 我的意思是说 最惨的还没有开始出现 也就是 最惨的不是金华城 最惨的是什么 最惨的是竞选总部 跟木可的账簿 对所以为什么 他说我很后悔去告了端木正这个人 当然他讲说 哎呀 黄珊珊去告的 不是我告的 但柯文哲是在反省自己嘛 我就举例给各位听好了 现在你以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 他们说 黄珊珊拿出了 19164,310亿元的发票 跟收据评证 代表说这个东西没问题啊 因为这是他调节的 这个是我们找出来的 19375409元 法律哥看起来是一样 对不对 但你知道真正茂逆在哪里吗 他竞选专户里面 总共应该要存留的账是6000万 那我请问黄珊珊找到这个单去 跟端木正虚报的端记 这个一消一减变的是什么 变零啊 所以代表保洁哥请问一下 里面还有没有短缺2723万 还有吗 还短缺2723万 他知道减调现在黄珊珊 这个根本没有用 因为还在找说 你消失的2723万是什么 我各位保证好不好 减调唯一找不到的 唯一没有办法直接查 就是这种可能 现金 再来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最担心是什么 各位 我们那时候是不是讲说 除了这个福报之外 最重要的 陈志涵跟大家讲说 有1.5亿元的小物 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十分之一的原则 所以呢 最后给他1500万 后来发现搞错了 应该是139万块 对不对 他是不是跟大家讲 我跟我讲 这个是障言法 这一点都不重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如果打开柯文哲官网 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跟你讨论的 不是捐款换小物 而是柯文哲 每一个官网里面 都会有说请捐款给我 下面是木可商店账物 你如果想要买我们的小物 可以直接用买的 那宝贴我问一件事情 直接进木可的 对 直接进木可的 到现在的额渐 额度到底是多少 对 不知道吗 木可到底有多少钱 到底有多少钱 不知道 而且为什么我今天查 金华城我要去查木可 对 宝贴跟你讲 那木可跟金华城 有什么关系 你讲到一个重点 而且他也讲说 你可以从捐献 跟从捐献 从善款 捐献不就甚至现金了吗 对 来 我跟你讲捐献都不重要 我现在最可怕的细思极恐 在于说 木可到底卖了多少东西出去 而且到底里面有多少是真的假的 我们那时候是不是看到 总统庄物里面有什么 99999 然后总共有31笔 乱七八糟 一大堆有10万块的 有310笔 对不对 那宝贴哥我就问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是金华城 怎么样抓抓不到 我如果大把大把的 跟木可买东西的话 你怎么办 我一次跟他买5000万 对 我一次跟他买6000万 然后他开发票给我 我也不出货 对 那最后呢 打死任杖 把6000万化整为0 变成600 这边50 这边60 全部都变成很像是 民间在跟我买的 不是 开始木可是收现金的 对 那你就搞不定了 你知道吗 因为全部都是现金来 现金去 他只要开张发票说 这个50 这个100 这个1500 你想想看哦 如果今天有人 跑到木可去 因为他是私人公司 完全无法查账 端了6000万现金 就放在那边 然后最后呢 6000万现金之后 他发票也这样 爆爆爆爆 我卖东西 败出去 然后最后这笔账 你抓得到吗 抓不到 再来 他跟你讲说 你账户金额里面 我找不到这个金额 他说没关系 因为我全部都是现金 那你现金的数量 有多少 量体有多少 发票时报虚报 全部他说的算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柯文哲讲说 我不能得罪端木正 我不应该惹到端木正 为什么最大的问题 我还没有开始出现 因为到底现在为止 木可里面有多少钱 有多少现金 而且来龙去卖 他的流向 是哪里来都不知道 如果一旦被检掉 找到或者是端木正 糟购 那将会成为柯文哲 最大的破口 好萧条 你刚才就讲 原来柯文哲的赖 里面有很多的国师 有很多的这些 这个所谓的金主 他真的就像 跟人家这样讨论 这个是他的口气 那他口气里面 他真的充满焦虑 是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他等于说 他在跟他的这些金主们 在交代 为什么 这些创党的大佬们 其实创党 创党有很多人 我算是其中一个 但是他当然不会 跟我们用这种口气 讲话 他基本上会跟这些人认错 一定是这些人 一定是有利可图的人 过去可能是长期支持他 作为长期的一些金主的来源 所以这一次 当然要在他面前 因为他们很多人 当然从所谓的蓝白盒 破局之后 就开始有一些不满 这些情绪一直酝酿着 他们当然找不到 一个宣泄出口 到了现在 他们真的是 无法再支持下去了 所以柯文哲 必须要写个赖 告诉他们说 这个不好意思 都是我的错 他前面当然是讲说 都是我的错 接下来全部就刚刚宇轩讲 全部都在推责任 一推256 二推端木正 三推黄33 你看里面就讲到说 每个人承担25%责任 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他里面重点关键 还是在刚刚讲到那句话 就是去告会计师这件事情 为什么去告会计师 他说告会计师 让整个事情变得无法收拾 所以他在讲谁 他就是在讲 告会计师的那个人 黄珊珊 对 他就是禁止黄珊珊 那所以这就会让大家觉得是说 我觉得他今天 就是在跟这些金主们交代 为什么 因为这些金主们 过去蓝白盒的过程当中 他就失望了 那这些金主当然会觉得说 这个蓝白盒破局 总是要找一个元凶 那现在他又发现到 这个整个事情 又要需要一个 真正去扛这个责任的人 现在看起来就是谁 就是黄珊珊 那可是为什么 他老婆离开地院 他自己离开地院 那全部跑到黄珊珊家里面 看起来 他们还是最相信黄珊珊 是 因为在那个情况之下 他不得不去相信黄珊珊 为什么 因为 整个你要想想看 现在民众党里面 两大律师分战 所谓的这个部分区的排名 第一跟第二 一个叫黄珊珊 一个叫黄国昌 可是黄国昌 他有跟柯文哲一起待在台北市政府过吗 没有 整个里面了解 最了解的 所谓的现在金华城 案情的人是谁 黄珊珊 所以现在他不得不去倚靠黄珊珊 为什么 因为黄珊珊是最了解 这个过程当中的来龙去脉 所有的一些猫腻 所有的一些过程 我相信黄珊珊绝对 你要说最懂 当然这个彭正圣经最懂 再来肯定是黄珊珊 所以黄珊珊有能力帮他渡过现在这个难关 所以他不得不得去依靠黄珊珊 走投无落 对 但是我觉得最让人家无法理解的是 其实我觉得民众党应该要思考点是 黄珊珊这个角色 如果他必须要这个时间点去帮柯文哲 他一定有没有一定必要浮现在第一线上面 比方说 你有没有一定要让他去住黄珊珊的家 你有没有一定要让黄珊珊当天就开着车 冲到北检去接陈佩奇回家 这会让大家去怀疑嘛 就是你总是演戏要演得像一点 你派一个什么助理去接陈佩奇都好 你怎么会是让黄珊珊开着车去 亲自开车 亲自开车去接陈佩奇 而且黄珊珊现在在金华城这个案子里面 已经变成是被告的角色了 他是被告 对 因为他才被钟小平告发嘛 对 但他还没被列被告 但是他已经被钟小平告发了 所以他在这个案件当中也有一个角色嘛 所以就变成是说 你这个时间点跑去接所谓的陈佩奇 人家就会去怀疑嘛 那我讲真的民众党在做危机处理的过程当中 看起来就是他们并没有办法去做 后面的这些沙盘推引 他们都只能去处理 现眼前面临到的这些困难嘛 所以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现在他们整个党 其实是非常慌乱的一个阶段 所以柯文哲为了去安抚这些创党的元老 为了去安抚他这些长期的金主 所以不得不亲自去写这个line 去告诉他们说 拜托请大家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再重新再爬起来 你长期报政治新闻 你闻到一个味道 也就是今天虽然在这个所谓的新华城案子里面 昨天北约让他无保请回 整个民众党欢声雷动 然后呢马上发葬的一个帖子 柯文哲无保请回好像他无罪一样 但我要强调他是无保而不是无罪 接下来还有漫长的官司要打 但是可怕的是他用什么脱身 他用我不知道来脱身 你说这个你想讲的是断尾求生 不然刚刚我更正是断身求尾 断身求尾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现在有两种未来 一个叫做政治上还有没有未来 一个叫做司法上还有没有未来 但这一招是在干嘛 他等于是我自毁我自己的政治未来 我想要换我的司法有未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事实上柯文哲他以前的支持者 有两个大支柱 大支柱 对第一个是什么 我非常穷 我跟你很清廉 我跟大家都一样 我跟你讲两百五百 拜托一下 我要贷款两千万 我们跟平民老百姓站在一起 对 打倒韩金堂瓷 住地保那个连胜文 也就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都是医生 而且我们都是台大医院的医生 我跟你一样 我也要付房贷 我很辛苦的 对但这根支柱已经垮掉了 在他看的我们讲1.2亿的豪彩 跟4300亿的时候垮掉了 但柯文哲还有另外一个支柱 各位不要误会 是什么支柱 very smart 这是柯文哲最以以为好了嘛 对耶 保洁我跟你讲 智商一五七一啦 对不对 他觉得很聪明 不是 他在接受我访问的时候 还特别骄傲 我不但比你聪明 而且我比你认真 他喜欢把他的手指头弄摔 为什么手指头 他说这个手指头有两条痕 他说我每天写比 我写的字比你还多 所以我写到后来 我的手上有两条痕 怎么用也用不掉了 而且保洁哥在第二件事 他说我是亚斯伯格症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我过去高中的同学 就是亚斯伯格症 而且我读的是什么 数理自由班 那你知道我们全班第一名是谁吗 他妈就是那个亚斯伯格症 我跟你讲天才 所以柯文哲很清楚知道说 这种自闭症是一种天才的象征 所以他刻意把自己营造成天才 但他现在这个形象他也不要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就跟你讲我通通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来我跟你讲 今天那个3月10号 对不对 硬小卫把他来找我吃便当 我不知道 便当吃一次我就答应他了 对不对 送进去要求都发局交办 处理进都省会 来省理金华城的农机奖励 哎呀我也不知道 人家叫我干我就默默的下去 然后10月份公告公斩 直接要给金华城20%农机奖励 哎呀我也不知道 彭震生叫我这样干我就拿去 然后跟他讲说 哎呀农机奖励840%你知道什么 哎呀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相关的专业 我根本搞不懂我都不知道 他以前不是讲他是崇祯吗 他以前讲是雍正啊 雍正要掌控一下 雍正一天要写一万多字 雍正是对大小生意都清楚的 结果现在他不当雍正了当崇祯了 各位柯文哲现在每一个环节 过去他讲说SOP清清楚 他应该知道了他都不知道 但保健哥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现在不是崇祯他进化了 他变成什么你知道吗 太限帝 不是他变拜登了 拜登 他现在变拜登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迷迷糊糊的 还可以选美国总统 所以你看柯文哲等于是毁掉这些 但是你知道更狠是什么吗 他不是把自己毁掉而已 还记不记得他在进去北柬前一天 他在我们讲开记者那天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把陈婉慧叫来 他把蔡壁汝叫来 他把这些过去都已经成为 叛将发配兵将的时候叫来 保健哥你知道他干嘛吗 他要脱整个民众党下水 要死大家一起吃 对 而且为什么他脱民众党 因为他要的是 我民众党主席的那个身份 所以他一出来就说 我跟各位讲 今天是时尚第一次 民众党在野当主席 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因为他知道自己一个人 力量不够大 如果说我今天呢 不把我的智商丢掉 不把整个民众党脱下来的话 我有办法换到现在这个结果吗 对 但他是不是要说自己这样做 会让民众党葬售 当然会啊 因为民众党是什么党 一人政党 民众党仰爱就是什么 柯文哲的智商157 以及青年青政爱乡土 但是这两根支柱 柯文哲都可以把它毁掉 为什么 他想要换得自己人生自由 但我跟保健哥讲 柯文哲错了 你知道我说他错了吗 他大错特错 其实他现在在家里面 你知道他明天喔 没有公开行程 怕得要死 说在家里面不出来 理由很简单 因为柯文哲智商还是157 他很清楚 当我今天我们讲金华城这个案件 我们讲打到一半 还可以被抗告 可以抗告啊 还可以继续抗告的时候 不好意思喔 还有北四科 北四科还有什么 权力金直接我们讲的 少一半 星光这边部分 那柯文哲要怎么说 哎呀我不知道 看到星光我就给他的 来台字光费率贵三倍 哎呀我不知道啦 那个找蒋万安啦 南港转运站 哎呀我不知道 少10亿10亿还好吧 没差很多 灌大雨果市场 还有贾账案 还有金华城案 保理跟我请问一下 这些案件 一桩一桩一桩 每一个都可以欺压 每一个都可以起诉 每一个都可以抗告 那请问一下柯文哲 还能讲自己不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柯文哲 现在像什么吗 像常过鞭心的人 新加坡 常过鞭心 比新加坡鞭心 怎么样 他现在被鞭心 对我判你20天都在 我先鞭离两下 让你尝尝味道 未来呢你的三个月 五个月你就不知道 随时什么时候自己会在那边 活在地狱里面 而如今柯文哲进去蹲三天 保理跟我我就坦白讲 你觉得他会好过吗 痛苦自己 他觉得痛苦自己 现在柯文哲每天都在想说 他说我受到很多不忍 不忍道跟凌辱的待遇 凌虐 他说我被凌虐 那你想想看 对为什么柯文哲明天不出来 为什么柯文哲笑不出来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就算我躲过金华城这一案 未来包括我们讲的 北四科 台治光 甚至低于果菜市场 还有我们讲政治现金案 每一案都有可能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那面对这排山倒海的案来 你说柯文哲他能不怕吗 好 I'll see you I'll see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